中国是各方公认的最大发展中国家 美国想要给中国送一顶发达国家的帽子 对不起 这顶帽子中国戴不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 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41美元 是发达经济体的五分之一 仅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 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位列世界第68位 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第79位 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排名相当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也有着坚实的国际法依据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由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机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 蒙特利尔议定书在内的国际条约所认可 并为国际社会广大成员所接受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容剥夺 长期以来 中国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在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并肩战斗 在推动国家发展进程中相互支持 声动诠释了什么是患难见真情 双方早已成为修其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不会加入西方的富人俱乐部 将永远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 争取共同权益 维护共同利益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 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 我还要强调的是 维护发展中国家地位 是中国的合理合法权利 中国没有将发展中国家地位 当作逃避国际责任的挡箭牌 或是获取特殊优待的敲门砖 而是积极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013年至2021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 高于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中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已经称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 第二大为何贪款国 在世贸组织中 中国目前想实际享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属不属于发展中国家 不由美国说了算 美方散布各种虚假论调 试图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其真实意图 无外乎是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中空间 中国发展空间 让中国背包抗责任 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 干扰持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事 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不会上美国的当 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发展中国家地位 大力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坚定不宜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